主料,生蚝250克,潮汕咸菜50克,辅料,油,盐,生抽少量,葱,芹菜,红辣椒一个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准备食材,生蚝和潮汕咸菜,准备配料,葱加芹菜加红辣椒一个,成味料,生抽,处理食材,将咸菜洗净,切丝,芹菜和葱切粒,辣椒斜切, 生蚝用清水冲洗干净,可以用盐轻轻的手洗,再用流动的水来冲,比较容易洗干净,锅置于火上,热锅后注入适量油,热油后放入红辣椒煸箱,倒入咸菜丝,翻炒,加入洗干净粒干水分的生蚝虫炒,万火快速翻炒,淋入少量的生抽,散上香气粒和葱粒,即可出锅,很下饭的潮汕加炒菜, 超上咸菜炒生蚝烂了,烹饭技巧,一,生蚝用清水冲洗干净,可以用盐轻轻揉洗,再用流动的水来冲,比较容易洗干净,切记挤压,二,生抽脂为了期限,所以只需少量就行,咸菜本身有咸味的,三,生蚝不宜翻炒太久,那样会影响口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